中共去年強行實施港版國安法 近日又意圖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有消息指 為防香港淪為中共滲透台灣的基地 台方計劃將收緊港澳人士通過 醫親、投資等方式定居的要求 增至至少需要在台灣居留2至5年 才可獲發身份證 但台灣方面對港澳青年赴台灣求學 就業或定居條件就會放寬限制 當前大多數港人以醫親方式移居台灣 只需要去台灣居住1年 就可以獲得定居資格 至於透過投資方式移居 就需要在台灣投資600萬元新台幣 大約166萬港元 取得居留資格至少1年就可以定居 根據《自由時報》引述知情官員指 台灣陸委會、內政部、移民署等 正研討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 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除了居留定居程序之外 而新增長期居留一項 至少需要居留2至5年才能申請定居 今年2月台灣移民署證實 向華強副指 因為有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 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22條 所規定的 不予許可情形 包括 原為大陸地區人民 現在或曾任職於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 或其他公關機構 居政治性機關 團體或其在香港、澳門投資的機構 或新聞媒體等 故經相關機關審查已駁回兩個人居留的申請 以防中共可能對台灣的滲透